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清理完以后发现双侧骨膜有穿孔 几年以后患者又觉得不舒服过来看 发现叮咛还是堵塞 之前说过 成人的叮咛参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而且复发的比例比较低 但是这些东西它只要有比例 那就说明是存在有这样的情况 高与低 对于个人来讲 就是50% 这次来呢 还是直接清理 因为 有骨膜窗孔 那么你就尽量不要采用 或者是说在知明确知道骨膜窗孔的话 不要采用软化的方式去清理了 因为一旦有软化 那就要第二页浸泡 就有可能啊 现在已经露出来了这个紧张部的大的窗孔 残余骨膜有盖化 这个窗孔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去修补的 这个是有这种解决的途径 当然手术要经过麻醉啊 各方面的啊 这一些损伤性的一些东西 要做一些小的切口 现在内镜做骨膜修补的话 切口比较小 但是也是有一个小的切口的 双侧的这个叮咛都非常的多 满坑满谷 这种情况确实不太多 就是这个同时双耳叮咛堵成这个样子 然后双侧还有骨膜窗孔的病例 这些年我印象好像就只有它 单侧的有的时候能碰到啊 双侧同时这样的 确实比较少见 以前的视频当中可能是有过啊 有些记性好的朋友 可能还能记得住啊 应该是在三四年以前了 你在网上放视频已经放了有 至少得有可能七年了吧 质地还是普通的叮咛啊 也没有脚花层 外耳道也没有明显的破坏啊 皮肤也好 骨骼也好 都没有损伤的痕迹 这个还就是一个考虑一个普通的定音分色啊 他的外耳道的字节功能还是比较弱 这个跟是否自己日常动手去清理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啊 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过过于勤奋去动的话 可能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啊 加重定音分色或者是出现 呃 外耳道的真菌感染啊 如果没有骨膜穿孔啊 是可以通过软化的方式 后续去冲洗或者是用负压信器去清理 但是他这有个矛盾的问题就在 如果是叮咛拴色 那么就由 这叮咛拴色啊 会挡住这个骨膜 所以说医生如果初次跟这个患者结束 呃 你前面有叮咛堵着 那么他后方的这个骨膜 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完整 这也是一个 呵呵 矛盾的地方 好在是说 呃 如果有骨膜穿孔 用第二页也不至于或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啊 这个是不至于 但有可能会导致 呃 中二出现感染啊 因为你第二页浸泡以后 呃 如果采用冲洗的话 那就肯定是外耳道这些脏的东西 连脏水一块都会被冲到中二去 啊 中二就如果出现感染呢 后期还是能控制啊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结束啊 周末有时间我们再见 好 这就是这样的主要呢 放开 面子里面